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有到啦 到底该送另一半 什么样的礼物才好呢 总觉得情人节 女生要送男朋友一点 亲手做的东西才有诚意 亲手做的东西当然很有意义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如果她都已经花了时间 然后就是用了很多的想法 跟巧思来做这件事情 把它当成礼物送给女生 我觉得女生应该会蛮感动的 一讲到真的表达心意的 情人节礼物 莫过于亲手做的东西啦 不过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才能打动对方的心呢 我自己有手做过啦 我手做给人家过 就是我自己做EP 然后送给以前的女朋友 我可能就自己画卡片 因为不管是给妈妈爸爸 或是给朋友 或是以前男朋友 其实都会自己画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代表自己的心意 3D立体卡片 然后跟那个手工饼干 有很感动吗 有很感动 就是没有流眼泪 留在心里 对 留在心里 我个人的话就是会做巧克力 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 我送了很多教会的朋友 因为其实 我这个人还蛮爱煮菜的 如果说女生煮给我吃的话 我会很感动 亲手做跟头 然后我就可以跟她学什么 亲手做跟头 没错 有之话这么说 想要抓住对方的信 就要先抓住她的胃 今天玩瑜七夕情人节限定单元 就要来教你三道 浪漫又好吃的花样料理 包针令人醒花怒芳 爱的料理教室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做碗充满满满爱的料理 不过在做菜之前 让我们先欢迎请歌界大人歌 王大文 这些花要送给你 想要看见你惊喜 幸福的表情 今天来到玩瑜的 就是发行第二张专题 快乐不快乐 有情歌界大人歌之称的王大文 最清楚哪个 这些花要送给你 还被封为情人节最佳告白歌曲 而平时就爱下厨了它 今天就要和完全娱乐 一起教大家做出 最适合情人节的华料理 这些花只想送给你 请跟我讲话 请跟我讲话 刚刚那句新歌 这些花要送给你 这个歌是要讲的是 我觉得这歌就是个很直接的 浪漫的告白歌 就是尤其是我们男人有时候很不会沟通 有时候我们只想说三个字我爱你 连这三个字都讲不清楚 所以干脆就拿花传达我们的心意 好 你讲到重点了 花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花的料理 但是除了你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会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很多跟花有关的料理之外 也要让评价员试试看看 他觉得好不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重量级的来宾 OK 对 让我们欢迎胡天兰老师 大家好 我是胡天兰老师 我嘴边的这些饭粒 是我昨天吃剩的 他为了证明我是专业的美食评论家 我带你去折架券 如果你们等一下想吃 如果这些不好吃 这些随你们吃 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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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收一下我的折架券 介紹完來賓之後 各位觀眾朋友們 趕緊準備好你的筆記本 因為今天玩芋料理小教室 第一道要教給你的 90浪漫指數 百分百的玫瑰花果凍 那玫瑰花果凍呢 其實要準備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蘋果 然後果凍 然後跟紅酒 基本上食材是這樣子 比較簡單的工作給你做好了 好 蘋果切片 OK 可以喔 可以 那比較難的我來 好 我要來做比較難的部分是 就是把果凍放到杯子裡面去 我要切幾塊就對了 就是隨你開心切片就好了 OK OK 而且其實我剛剛沒洗手 算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是我要吃的嗎 是我要吃的嗎 是你要吃的 話說你好像是有一個 心儀的對象 誰錯了 那個新聞稿還沒寫的 喔 就在阿劇士跟大文邊聊邊做的同時 就可以把紅酒倒入鍋中加熱 並且將蘋果片放進鍋子裡煮熟 等待蘋果片染成粉紅色的這段期間 你就可以繼續剛剛的話題 就是最近出道了一陣子 所以我覺得我要抓一個 比較健康的生活平衡點 所以覺得 今年可以開始找人去約會 所以你以前沒有 可能就是這兩年可能覺得太忙了 你有這麼忙嗎 因為 對啊 我發片了 第二張專輯快樂 因為我知道 你是最近發片 可是我說在籌備專輯之前 應該總還是會有一點時間吧 我覺得那可能這是我的錯誤 你知道我吃飯很快 因為都覺得來不及 所以這個我也可以就是放慢 你每一件事都很快 是 老師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比較慢一點的事 講話 講話很慢嗎 所以你是很快的人嗎 我覺得是 我是很著急的人 好 但是就算你很快 好處是你可以做很多 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很多次 我滿喜歡這種的 好的 就在蘋果片也很快的完成染色時 就可以將它們一片片的平鋪疊起 接著只要慢慢的捲起來 放進剛剛的果凍杯子上 充滿浪漫氛圍的玫瑰花果凍 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請美食評論家 虎天蘭老師來品嘗看看 哪些花椒送給你 這是花椒送給你 我收下了 好 真實的反應 大文你答應我你這件事情 不要拿那個追女生 老師一次吃一整口 味道當然不太準確 還是請大文來試吃一下 不過身為音樂人 當然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講評 立刻請他用拿手樂器 來即興味這道料理 創作一端 這些花我一次下去 就立刻覺得很滿意 這第一道料理 讓王大文很滿意 算是成功啦 藉著廢話不多說 要教大家的第二道料理 馬鈴薯玫瑰花 只要準備好馬鈴薯 奶油這兩樣食材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將馬鈴薯 削出一片片的薄片 你以前有做菜給女生吃過嗎 我有 可是不是這種西方麥克風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然後那個 玉香茄 吃雞豆 這這麼下飯 女生可能要吃三碗 那如果吃完 然後他微笑說 就是上面卡了一個菜喳 然後對你微笑 這個OK啊 我就說很好啊 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去 他沒有發現 他沒有發現 我覺得這個很好啊 這個很現實啊 是OK啊 這麼小吃 誰要一個 誰要一個芭比娃娃那種 作假 還沒有意義 我會 清完之後 所以 清完 所以他如果有範例菜喳 你就會提醒他 我應該會提醒他 放到旁邊這一位 旁邊這一位的範例 旁邊這一位的範例 旁邊這一位沒辦法救我 先不管胡天來老師的範例 有沒有救 回到我們的料理進度 切好馬鈴薯薄片之後 就可以放進碗中 並且將兩面都均勻的 沾上奶油 他剛剛他說 他都會聽你的歌 對 妳謝謝 好 雲霄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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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在逃避他對不對 我全在逃避他 就是想專心 做好菜 專心做好菜 好 看在大文 怎麼想專心完成料理的份上 我們就趕快來繼續下一個步驟 沾好奶油的馬鈴薯薄片 只要像上一道蘋果片一樣 攪錯不好 捲成花包狀 放進烤杯中 接著攪用烤箱 烤個20分鐘就完成啦 這道馬鈴薯玫瑰化 連胡天樂老師試吃後 也相當驚艷 到底如何陳大文口感還在 乾淨請他把感想唱給大家聽 馬鈴薯吃起來很苦 我每天要吃我的馬鈴薯 嗯 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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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意味不明的評語中 我們要來進行下一道啦 玫瑰化吐司 需要準備的食材也是吐司 肉鬆跟起司 而第一個步驟就是將吐司壓扁 不過做情人節料理時 如果可以和另一半互動 肯定更能製造浪漫 不如就請大文和天籃老師 來為我們示範 這個兩個人做得滿有情趣的 我在解釋 對 好像他的土地用的壓扁 感覺到那個彩彩映 好 那換大文在這邊 你壓他 對 老師你確定 不要這樣就好了嗎 不要再更多嗎 我覺得好了 我覺得 真的嗎 你不能壓我 好 來 情侶之間可以用這種小方法來 力道OK嗎 是的 力道 你要領他換邊 OK 老師你要吃 對 OK 中間需要加強一下 有一點 只能說有些互動 不一定適合每一對情侶 請大家斟酌的參考使用就好 你有遇到這麼積極過的女生嗎 應該有吧 可能應該沒我那麼漂亮 OK 對 所以他今天其實有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嗎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很 你怎麼講 就是很 假如我們今天懂 沒有沒有 就是很 比較不容易相處的女生 在我身邊就變得很冷靜 看不到 對 對 有什麼好慘 對 就這樣 你知道比較不好相處的女生 在你身邊會變得很冷靜 就很冷靜 對 你是說你有療癒的效果嗎 對 我覺得我有耶 我認識的女生 她們不能一起放在一個房間 她們一定會把她互相殺死 可是在我身邊就好了 她們是恐龍嗎 不是 那你怎麼讓她們靜下來呢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 我很有耐心 然後 講話比較低 比較慢 脾氣比較好 對 在胡天樂老師幫忙翻譯的同時 為了不讓咱們的料理進食的速度 再度落後 趕緊來講解一下 玫瑰花吐司的做法 壓平後 放上起司再對角各切四刀 接著包入肉送 或是任何你喜歡的食材 將吐司四面包成花包狀 一樣放進烤盃 烤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好 再等那個 烤箱烤好的五到十分鐘之間 我們先請大門唱歌好了 那可以讓胡天樂老師點個歌嗎 好 妳有一首一直想對我唱的 對 對不對 美麗 是 好 我們來個美麗 又是點歌 又是言語上的騷擾 終於讓不堪其擾的王大文 對胡天樂老師展開反擊了 永遠都不說 我便宜一起 啊 當我的生命 又美得你 好 全世界因為 你一個 回憶 擁有了 意義 好 我第一次看到虎天蓝老师害怕 不愧是秦哥借的大人哥 竟然让什么大场面没见过的虎天蓝老师 也招架不住 而唱歌的同事既可口又兼具外型的 玫瑰花祖寺也完成了 最后我们请人来试吃看到底成不成功 那我要打我问母吃 好 你要吃定吃 来 好好吃哦 没想到这道玫瑰花图寺竟好吃到 让人忍不住惊呼 其实今天玩意介绍的三道料理都相当简单 不论是不是情人节都可以和另一半 或是家人一起做做看增进感情啦 接下来我22号 礼拜六下午1点半 会在端南陈平办一个签唱会 刚才你会不会带花料理去 你看看过今天不会 对 很高兴 最重要老师最后想说谢谢 好高兴 谢谢 这些花料送给你 好 好 那要送你 好 谢谢 谢谢 好 祝大文 变大成功 完全娱乐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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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